3 2 1 台湾海星源海洋航运园区正式请用 这是屏东首座整合后船 停车 公车转程 观景的星源海洋航运园区 不仅提供游客更舒适的休息服务 也是舒缓东流线船运拥塞 往返小琉球另一条重要航线 我相信这次透过航港运区 所带动的串联星源东港小琉球 提供一个新的屏东观光的新三角 更能够吸引国内外许多的游客 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境之南 建筑修器主轴 沿流线船运服务中心 主要采用白色 前蓝色为主 结合海洋美学设计 一楼为主要的后船空间 便利商店 服务咨询站 二楼目前规划为纪念品 侵蚀区 展示区等 三楼则为观景平台 在接驳公共运输以及人流分散 都有做全方位的规划 这个就没有像东港那边 这么拥挤这样子 比较宽阔而且比较新这样 轻车免费 然后就觉得说可能对我们旅游来说 会省下一些钱 因为我们可能去两天啊 五六台车这样 可以省个一两千块 我是东港人 那希望新的沿流线码头开幕之后 然后可以发展更多的在地观光 希望这样一个新的设施的启用 可以让我们屏东往小琉球的观光 这个旅客能够有一个更舒适 更便捷的环境 荣获国际设计大奖的 沿流线船运中心 本身就是个观光景点 未来也期盼能打造 海洋音乐市集品牌活动 成为在地旅游新亮点 新唐人电视黎金局 台湾屏东报导